美国伍克与中国伍克进一步拉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法案。 作为法案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和政府承包商将禁止使用来自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中国科技公司的部分组建和服务。 显然,此举只会杀敌不成,自伤八百,并将进一步拉到美国的通信基础建设和武克方面与中国的差距。 虽然美国的前二大运营商ATP、Verizon都已高调宣布了各自的武克计划,打算抢在年底前完成首币城市的武克部署,然而这两家的武克计划还未实施,就遭GP-Mobile网红CEO约翰莱格尔的嘲笑。 甚至只是为了抢第一,而进行动物营一举动,T-Mobile将在2020年建成在全美的真正的武克网络。 约翰莱格尔说的没错,就算ATP、Verizon抢到了美国第一,甚至全球第一,也都将难掩起在整个无线、有线通信基建领域与中国差距的被继续拉大。 国防保安,中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厂商的态度,对美国国内武克发展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的,美国的武克发展,将因此踩下刹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武克,为什么不如中国武克。 第一,美国运营商的网络覆盖水平大幅落后中国,在中国,光纤款带早已介入深山里的村落,手机信号漂亮在世界最高峰的脚下。 而在美国,ATP、Verizon大赶快上武克的一大原因,其实是为了缓解高速光纤网络覆盖的严重不足。 究其缘由,美国运营商只认钱,只认人,更贪不上社会责任。 偏远地区成本光纤入户成本很高,既然缓不来,那就不干。 不装,即便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推动的国家宽带计划,也未能带来多大改观。 如今,ATP、Verizon的算盘是利用武克技术,将武克信号转化为室内WiFi让更多美国家庭借此用上无线的高速宽带。 正被不少通信业内人士成为固定武克无线,不能算是真正的汇集大众的武克商用模式。 第二,拒绝来自中国通信公司的竞价,将增加美国运营商的武克接网成本。 拒绝华为、中兴,使美国电信运营商在建设武克和通信基础网络时的选择面更然,一架悬下降,而因此受益的爱立信,诺基亚等则是来自欧洲的通信设备厂商。 例如诺基亚就刚刚与美国运营商T-Mobile签下全球最大一笔武克合同,美国本土企业和通信产业链并未因此藏到前头。 华为、中兴早已成为全球武克建设最主流的厂商和参与者。 这个事实,不会因为美国政府和运营商的态度而转移。 同时,对华为、中兴来说,由于美国政府一贯的态度,他们在美国通信市场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失去美国市场,对两家公司的营收影响微乎其微。 以利益外,美国运营商占不到丝毫便宜。 第三,中国通信企业已在武克专利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美国运营商在部署武克时无法忽视。 今年来,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通信企业的发明专利量,一直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武克战略布局专利。 在武克专利领域,即便与老牌的高通公司等相比,华为、中兴在专利数量和质量上,都不遑多让。 在中国、亚洲、欧洲、非洲、甚至亲美的澳洲,华为和中兴的武克通信设备都正积极参与,到全球武克部署过程中。 毫无疑问,全球将有数十亿人用上来自中国的武克通信基础设备,对美国运营商来说,在武克技术和标准方面,无论如何他们都要不开花为和中兴的武克技术。 第四,中国政府对武克的扶持力度,远远超过特朗普当局,为鼓励战略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对武克频率占用费标准实行投三年减免,后三年逐步到位的优惠政策。 其次武克频谱使用许可正发放之预期,第一年至第三年免收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相较之下,2017年,美国600MHZ频谱刚刚拍出了高达200亿美元的天价。 今年11月,FCC还将陆续拍卖28GHZ频谱和24GHZ频谱,预计美国电营商又将为此都花数百亿美元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些武克投资,无以最终将提高美国民众使用武克的门槛。 第五,低质量的武克网络覆盖率,将阻碍美国企业创新,令美国人忧心忡忡的是,美国的初创企业数量已降至历史低点,人们的创业热情远远低于中国等新兴国家,低层经济活力不足。 而在高达万亿美元级的武克经济生态中,美国也想占据一席之地,但没有良好的武克网络覆盖全体下,美国产业界的创新条件将受到制约。 如无人驾驶、VR等应用场景,都需要有智的武克网络作为基础。 没有优质武克网络为基础的创新列场,美国产业界将被束手束脚,受限于应用条件和用户规模,难以将技术优势最大化。 没有好的武克生态作为孵化器,美国产业界研发和运域出武克时代优质软银产品的难度将水涨传高。 第六,美国运营商的快速商用能力,远远落后中国运营商。 也许美国的第一位武克用户诞生得比中国早,但中国运营商将几乎肯定达成,完成一亿,两亿,五亿个,武克用户的宏伟目标。 从0到1亿中国电信运营商拥有名副其实的中国速度,这是全球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运营商都难以忘其上背的。 这意味着,一旦武克发令枪响,即便全球运营商在起跑线上各有先后,一旦进入到中途加速阶段,中国运营商将一起绝成,并把竞争对手远远甩在后面。 更好的武克群众基础意味着,中国将运绿更多更强大的互联网生产,以及更多潜责创新。 不容置疑,信息已经成为互联网家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 更好的通信基础设施代表着更好的生产力基础。 随着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共现比例不断扩大,通信高速公路,的作用堪称中流砥柱。 美国咨询机构ReconAnalytics创始人Rosa Bentner警告,当一个国家在无限领域失去全球领先地位时,就业机会也会随之减少。 这些工作机会和技术,都将更快的流逝到海外。 如果美国在武克时代在中国抢走了领先地位,那么等到游客时代,双方的差距可能就会越来越大了。 美国本土研究机构Analysis Massen分析和世界各国的武克平谱分配,台下发放,部署计划等后得出结论。 美国在四克领域居于世界前列,但中国在武克进度方面略有领先。 韩国和美国紧随其后,二克落后,三克突破,四克同步,五克赶超。 这事儿没跑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